雪龙区84所政府资助华小 今天从张胜文手中 借过588万令吉的华小特别拨款 成为全国第八个获得拨款的州属地区 当中吉隆坡33所华小 一共获得222万令吉 雪兰儿51所华小 则分得366万令吉 张胜文透露 彭亨23所华小的拨款 明天就会到手 邓家楼和吉兰丹地方政府 将负责发放17所华小的拨款 至于沙巴 沙拉越和纳敏 248所华小 只需等待当地领袖安排好时间 支票就会送过去 但可以肯定的是 全国的华小这个月内一定获得拨款 对于教育部被指规定所有华小 必须在获得拨款的三个月内 完成所有的维修工程 副部长今天就澄清 没有这回事 教育部只是建议校方尽快展开工程 并在三个月内提交报告 每一个学校的维修的工程不一样 有一些是简单的 比如说换一个屋顶 或者整修厕所 有一些可能是更大的工程 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所以没有所谓的下令 必须在三个月内 为什么我们要放三个月呢 因为三个月就是六月 我们希望说六月份 能够开始进行申请 2017年的 那么也希望能够在年底下放 所以有那个这样的时间表 建议 2016年华小5000万特别拨款 姗姗来迟 宾州首长林冠英早前就抨击中央政府 迟迟不拨款给国内的华小 速度连乌龟都不如 不过教育部副部长张胜文 今天就反向林冠英 强调宾州政府所谓的制度化拨款 其实都不是真的 他除了叫人家辞职 叫人家道歉 他还会什么呢 首长太喜欢帮每一个事情 他不是制度化 他是政治化 原来他那一天 1月18号所谓的拨款下放 所有来的学校拿到的 并不是支票 只是 对啦 只是Mock Check 信封里面是没有支票的 回去再慢慢等 张胜文宣称 从1月18号到3月1号 槟城80多所华小 才陆陆续续获得州政府的拨款 林冠英之所以举办大型的移交拨款仪式 其实只是在蒙骗人民 在借由这个平台来抨击中央政府 而他强调 自己不愿意看到有任何一间学校 被牵扯到政治的漩涡中 既然所有的华小这个月内就会获得拨款 希望拨款迟到的风波能划下据点 八度空间林晓彤 吉隆坡报导